梁静坤 南双和混双三冠王 梁静坤是中国南方唯一从资格赛中突围成功的选手 一路走来 他联合韩国选手Tim Wulgin 对了王楚清 波兰选手亚护布 日本选手吉田亚已创进正赛 随后他又战胜逆日利亚选手阿鲁纳 日本选手张本志和 韩国选手林仲勋 而与队友林高远成功会是半决赛 确保了中国对一个决赛名额 其中 连续林峰张本志和和林仲勋的两场打得更是气势如虹 张宇震同样是通过资格赛闯入正赛的选手 尤其是最近三轮中 他淘汰了中国选手许星 队友丁祥恩和日本选手水骨损 其实绿合状态可见一般 此战前 他已连获南双和混双冠军 本场也是努力要收获三挂王 本场是梁敬坤连续第九场男大比赛 是张宇震的第八场单打 双方也都竭尽了全力 第一局 张宇震打得非常积极 正守实力充分发挥 导致梁敬坤失误很多而取得了 5比1的领先 虽然梁敬坤此后利用便携线和压对方反手的机会连续追分 但始终也没能追平比分 最终张宇震利用连续抢拉得分 以11-8先下一城 第二局 梁敬坤开局依然被压制 但在2-4之后 他利用连续压对方反手连下4分 张宇震利用连续两个发球 造成对方回球出界 以集结发球抢拉和调达斜先的分 同样领取4分 8比6再次领先 梁敬坤利用发球追成8平 但抢拉出界和回球下往 又是对方拿的局点 张宇震再次利用抢拉得分 11-9再下一局 第三局 梁敬坤在0比3落后时叫了暂停 回来后 他步步紧追至6平 但此后 张宇震再次充分发挥 正手优质 连得3分 10-7时 利用一拍保冲强攻再抢一局 第四局 张宇震继续利用正手的抢拉抢冲 在两平后 连得7分 虽然梁敬坤利用对方失误 扳回1分 但张宇震最终利用正手连下2分 11-3取胜 至此 韩国小将也获得了混双 男双和男单的三冠王 在早前进行的一场没有中国队选手参加的男双决赛中 中国香港组合和军节黄振平 在第二局浪费了多个局点之后 虽然第三局连胜5分发挥一局 但仍以1-38-11除以17-19除以11-9和9-11 以汉赋予韩国组合将与建林仲勋 无缘冠军 月光